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仓库里面看秀的感觉 而且刚好有一种伸展台的感觉 所以跟以前过往的秀场 好像是有那么类似 但是又有不同感 而且那种年代感跟他可以做的IP 其实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然后觉得 而且在这个 刚好他有一个自然的回声 所以所有的脚步声 还有人的谈话的声音 然后包含到歌手演出 包含到那种走过来的气场的那种感觉 整个都不太一样 画面中是基隆港历史最悠久的西岸码头仓库 建于1930年代 见证着台湾与国际接轨 而在近百年历史的氛围中 听见传递声传来 浓浓的港都特色 让观众沉浸在其中 市府首度结合策展人设计师潘怡良 携手新锐设计师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创作 带来光影音乐与时尚秀 吸引满场的观众到场欣赏 因为这地方其实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觉得好酷喔 因为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 其实你在看整个秀当中 你会看到就是 有没有有个鸣笛的声音 就好像那个 因为我们拿的是 大家都拿着船票 好像有点就是 进到那个船 就是要登船的那种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说 慢慢演变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比较 就是在音乐方面 也会看到它一些改变 因为希望让大家感受到 就是从历史到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未来 甚至科技结合在这次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我有感受到 那种基隆很强烈的DNA的那种概念 就是我希望把时尚艺术 能够带到这个地方 那真的非常谢谢基隆市政府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越在地越国际 基隆特有的港湾口岸文化 是接受国际潮流冲击的最前线 包括咖啡文化 伟多航特色 都让基隆走在台湾潮流的最前端 而在这个老仓库进行的潮流时尚秀 更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饗宴 我想我们慢慢会让基隆更来越来越时尚 越来越热闹 我们现在努力在推动呢 是要把西岸 把它更多的旅游观光消费 城市生活的元素 包括说我刚刚提到的 港警儿童乐园 西岸仓库的招商 还有中山一路的更新 这一点都是我们未来会在做 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后多到西岸来玩 东岸太塞了 西岸会更顺畅 谢谢各位议员副议长今天的共同参与 这大概是基隆少数的一个时尚的秀 不过我刚刚问了一下鼎超 他未来也会继续的办理基隆潮时尚活动 每年都办把它越办越好 感觉很棒 今天是我第一次发现到说 西岸三户办第一场这个时尚秀 感觉非常棒 那也谢谢我们谢市长这么清新的安排 我想这个秀 把这个基隆整个制度性行销 借由这个走秀 把这个基隆整个美好呈现出来 我觉得非常棒 希望说市长以后 多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真的很棒 非常感谢市政府 能够把基隆市 借由这个秀 把基隆市行销出去 希望我们基隆的青年子弟 或者是 所有的 好朋友们 大家共同来共争盛情 对 非常感谢市长这么用心 今天办这个活动真的相当成功 你看不管在表演 他融合的表演 还有歌唱 还有时尚 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 我们西岸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漂亮 然后真的 大家会另一眼看 真的的一定会更好 主办活动的市府产发处 也邀请超过20家的 基隆伴手礼好物 参与展售 让各地来访的贵宾们 进一步也了解 基隆在地的美食文化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大五轮工业区 六堵科技园区 两大工业区 今年洗逢50周年 特别举办周年参会 市长与议长 期盼未来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基隆大五轮工业区 和六堵科技园区 两大工业区迎来50周年 是台湾第一批 成立的工业园区 对于台湾经济贡献良多 市长谢国良 和议长佟梓伟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庆祝活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后积极推动 建造审查精进 工业区立体化等 有感的政策 希望提升园区厂商经济产值 增加在地就业 六堵还有非常多的容积空间 等着我们来发掘 那当然大五轮 我们也是积极 在把空的全部都把它填满 那我们最近也在建造始造 都全力的在推动 我们今年七个月发造的速度 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所以我们从一上任以后 也知道发建造始造的大石头在哪里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搬开 然后开始去做我们要做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做的也有一点成效 但是我们会要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一个大家的支持来完成 我们的产业付出的好 产业发展的好 我们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我想刚刚谢市长也有提到 其实每一任的政府 都有每一任的贡献跟特色跟发挥 在前市长林又昌 他做了很多我们金融市的基础建设 我们的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让我们的金融港变漂亮 我想谢国良市长的专长 还有特色就是接下来我们工业区的发展跟转型 因为他在招商 这个我想一定是有得天独厚的要件跟条件 基隆是台湾开发比较早的一个城市 算开发早的城市 他又有基隆港的优势 所以基隆那时候有两个工业区 第一个工业区就是六堵工业区 也就是现在的六堵科技园区 另外一个就是大五公工业区 所以六堵科技园区是台湾第一个工业区 比这个加工出口区还要早 我们五十周年了 那我记得我是三十年前搬进工业区 所以我也是五十年的一半 我也住了三十年了 那当初搬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几乎那时候都是到大陆去的 剩下没几个工厂 那我那时候想说 这个工业都做得起来都没什么人 可是呢 经过我们前几任的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现在的工业区没有胜地的 没有空房的都满了 而且呢还有四五间正在建造 正在积极的开发 相信呢日后我们会增加到一千人的就业机会 感谢我们协市长对基隆产业的支持 那早期工业区創立到现在五十周年 已经在转型了 用从传统的加工制造 到现在的产业升级 那基隆市政府 公车会的总案是刘吉吉 拜访很多次 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制造业 传统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那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 来辅导我们的企业 走向国际 我想我们要讨论工业区未来 最重要的是 产业未来创新跟升级 尤其2050年晋零排碳的议题 在全国 全球各地都已经热烈的讨论 未来如何在因应晋零排碳 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 让我们的商品能够走向国际 这是我们所有产业必须面临的一个课题 慶祝活动的参会中 除了基隆府会首长 多位市议员 基隆市商业会会长郑锦舟 还有经济部投资促进司长张明斌 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以及来自新北市桃源市的工业团体 大家共同举杯祝贺两大工业区生日快乐 期盼各家厂商未来都能够宏图大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副市长邱沛林的牵线下 一群企业家夫人们特地组团制赠 价值大约10万元的物资 给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让身障中心非常感谢 欢乐颂合唱团的歌曲 让大小身心障碍朋友们 听得如痴如醉 掌声不断 转身一变又成为HAPPY DANCE舞团 跳舞娱乐大家 欢乐气氛嗨到最高潮 大小身障朋友们一起上前 跟着跳舞 气氛 温馨又欢乐 圣诞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沛林牵线下 一群企业家夫人们特地组团 除了制赠价值大约10万元的物资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照顾大小身障朋友们 更现唱多首歌曲 并且和大家一起跳舞同乐 提前带来无价的平安喜乐气氛 我们是寻好朋友们 他们利用他们闲暇时间练歌 然后跳舞 但是呢 他们也都是各企业家的太太们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爱心 用歌唱来表现出来 不止这个 我知道圣诞节的时候 还到很多地方去唱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基隆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物资相对的 其实比其他县市缺乏 那他们愿意 第一站在我来了之后 到这边给我打气跟鼓励 是我最感谢的 那我们身杖中心是民国88年 委托伊甸理念区长来做的 那也做得非常好 我们多次来这里参加活动 也很感激他们 那再一次谢谢 我所有的好朋友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把爱送到基楼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谢谢大家 谢谢 他们都热爱音乐 也喜欢跳舞 在每年的年终将至 都会来表演他们所练习的歌曲跟舞蹈 同时也帮他们的欢乐 分享给大家 藉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发起各位有爱心的企业跟机构 来共襄盛情 包括尿布 看护店 奶粉 蛋白粉 以及膳食纤维粉等 都是身杖朋友们 非常需要的日常用品以及营养品 都是由财团法人 合育教育基金会 财团法人天力环境保护基金会 财团法人秋创幻文教基金会 财团法人教育心格文教基金会 以及中化育民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五个单位联合捐赠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也非常感谢副市长邱佩玲 和这群企业家夫人们的爱心 我们有早疗的小朋友 零岁到六岁的早期疗愈的孩子 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些成人的 一些照顾的孩子 另外我们后面呢 有一些24小时重度障碍的人 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做24小时的照顾 那目前呢有114床 那有一些呢是比较重度在床上的 比较没有办法来参加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伊甸基金会 其实有两位主任在这里 带着我们的团队 那分儿成老在这里 五个楼层里面 分别来执行一些照顾 和一些训练的工作 国际服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9社联合社区服务 点亮校园计划 让正兵国中四个区域的校园环境 亮了起来 正兵 因为亮了所以好赞 正兵国中校有洛炳贤 有一次经过母校 发现好暗喔 因此发起全面改造 校园学习环境照明计划 获得国际服人3490地区9社的赞同 针对校园四个区域换射或增设LED灯 像是体育馆变明亮这件事 就让孩子们好有感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练到很晚 然后看得比较清楚 谢谢叔叔阿姨帮我们换灯 然后让我们练球变得更安全 谢谢叔叔阿姨 让我们打球的时候 我投篮变得更准 除了提升进球率 还有照亮回家的路 校门口经个照明 让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不会感觉很暗 有这个能力 为一位学校付出 因为有能力 所以回馈付出 让所有国际服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鼎力支持 在社会上有成就之后 能够回馈给自己的母校 继续互为贵人 创造希望 继续这样的善得循环 点亮空间还包括了 拥有无敌海景的休闲区 以及全新教学领域 窑口区 以关心孩子的学习出发 照亮孩子们 缤纷闪亮的未来 让回馈社会 造福人群的善念 不断地循环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慈祭志工周末 在基隆火车站南站出口 举办造血干细胞的 厌血建党活动 不少民众 挽秀捐乐血建党 只要10cc的骨髓干细胞 就有机会 拯救一个家庭 尽管雨下不停 但基隆火车站南站出口 却充满温情 慈祭志工 动员百人 协助慈祭骨髓干细胞中心 建党救人 不少民众 挽起袖子 捐出10cc的热血建党 给交集等待骨髓移植的家庭 带来希望 来参加 骨髓怨血活动 希望能够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就觉得这活动 是可以救人 而且是有意义的 那如果有 真的有机会 配对到的话 那就代表 真的是 有人需要被我们 来拯救 那 当然就是 义不容辞 一定会 会去做这个 取样的动作 以往都是在慈祭园区举行 这一次走入人群 透过宣导 让更多人加入 建党救人命的行列 造血干细胞 现在有6万8千多个病患 正在寻求配对 而且每一年 我们都希望在各区 有厌血建党活动 厌血建党活动 主要是希望 让资料库的人 越来越多人 来参加建党 建党活动 越来越多人 我们的血癌病患 他就有多了一线的希望 透露造血干细胞捐赠 厌血活动的高秀凤师姐 30年 从前置作业到现场进行 都亲力亲为 实际上这个活动 已经宣导好几天了 在这边量血压 就从14 17 20几 就在这边量血压 白天呢 各定点 就在车子的站牌 公车站牌 晚上夜市 等等去宣导 多一个人响应 就多一个机会 如果您也想加入建党行列 却错过机会 没有关系 欢迎您上 我们所有的网站 慈际网站 预约建党 各区的关怀小组 都会跟你联络 也会跟你解说 然后也会把你爱心 抽石兮兮的选 建党资料库 捐谁救人 无神己生 感恩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在这边 都会选择 我们来自行 车子 都会选择 好 我们来自行 这些车子 都会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找款书上的QR Code就能轻松脚 另外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耶旦节前夕 委托航街区在11月25号晚上 点亮第二届圣光日活动 号称全台最高最大的圣诞帽 象征走出疫情阴霾 迈向发光闪亮的未来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委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佩祥市议员 市议员吴华家 施伟正和陈宜 以及委托航街区公司 总经理邱孝贤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 郭宪平和产发处 副处长郑永阳等人 共同启动下 11月25号晚上 正式点亮号称 全台最高最大 圣诞树造型的圣诞帽 象征委托航街区 走出疫情阴霾 迈向发光闪耀的未来 那圣诞节是委托航会 最热闹的一个月份 那我想这样子的灯光效果 大概已经持续了多年 那这几年呢 也让非常多的年轻朋友 非常多的支持 然后来这边创业 来这边享受我们的咖啡文化 或是日本料理的文化 甚至挂包酒吧 我想这就是一个 地方创生的开始 那经过了疫情 那之后开始 我们希望可以再一次的 透过滚动式的调整 那希望市政府各单位的配合 也非常谢谢官销处 产发处 以及文化局的大力支持 那我想我们未来 我们委托航的目标 就是成功转型成一个 青年文创的返向园区 串联我们周边的仁爱市场 然后串联庙口 甚至我们的国门工厂 把基隆变成一个 不同氛围 不同感受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感受的一个 好的一个旅游城市 那我们的目标会持续来努力 那我也代表基隆市议会 来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 特殊的圣诞节这个登市 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佩祥的确希望说 我们委托航可以老屋翻新 可以把这个地方 有一个新的文化的冲击 像很多不管是在国外 还是国内 都有一些老街区 他们翻修之后 有一些不同的作为 一些文化的特产 让年轻人 让年老者 都一起过来这边 共荣共好 那佩祥未来希望说 能够进中央之后 尽力争取预算 来给市政府 来帮我们委托航做得更好 变成一个新的青年文化 文艺复兴的地方 不只圣诞帽闪耀 现场表演节目 同样发光发亮 这是在校医路23项里面 由委托航街区公司 基隆市委托航商圈发展协会 以及 Yes We Can 梦想起飞协进会 主办基隆市政府 产发处和官销处协办 共同举行的第二届 盛光日活动 现场也安排各式各样 有吃有喝有用的 主题市集摊位 其中有一摊 Hannah彩绘相当引人注目 老板小山用天然染料 为参加活动的民众 彩绘在手上非常漂亮 只要是没有蚕痘症 孕妇以及皮肤极度过敏的人 都可以来试试看 这种像是刺青 但是七到十天左右 就会自己脱落的彩绘 市议员陈怡也特地带着 女儿香香来同乐 10次都要 10次都要 主办单位 委托航街区公司总经理 邱孝贤也特地颁发 感谢状给多位协助 及合作发展委托航街区有工人员 感谢他们的付出和关心 而在充满圣诞节感恩 温馨气氛的同时 主办单位特地爱心捐款 5000元给伊甸基金会 由伊甸基金会 基隆区长李廉代表收下 现场也有平常就协助 伊甸基金会做爱心的 摊位业者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表示 圣诞帽将会持续点亮到农历年后 象征未来为委托航街区 带来更多的活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 与国民党籍市议员 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到市选委会完成登记参选 对于蓝白河确定破局 市长表示非常遗憾 基隆市长谢国良 11月24号早上 专层和国民党籍市议员 以及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等人 一起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到市选委会完成登记参选 对于蓝白河确定破局 谢国良表示非常遗憾 也誓言身为党籍市长 会确保基隆市的立委参选人 林佩祥高票当选 努力让立委席次在国会过半 总统选举获得最好的成绩 全国的民众昨天晚上应该都跟我一样 这个有观看了他们最后洽谈的这个直播 那我只能说最后何不成 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我想很多的反对民进党的民众 希望能够政党轮廷的民众 看在心里 相信跟我心里也是有一样的感触 那我作为一位国民党籍的基隆市的县市长 我会确保我们的立委参选人 能够高票当选 我想现阶段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来登记 而且往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任务 那因为党中央11点多会释出更多的讯息 包括也去中选会登记 那也应该也还是会宣布他的副手 那未来两党在各式各样的进和问题 还有立委选举 我想经过了昨天的讨论之后 后续也有很多更多要思考的地方 那如果蓝白不能和 我想大家是会觉得惋惜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国会要过半 并且在总统选举也要获得最好的成绩 要登记的也不止这一两位 可是我还是对我们的林沛祥是最有信心 那我们也会在这场选举中 跟我们的议员同志们 大家会努力合作 打出一个最好的成绩 我想一定要让林沛祥能够高票当选 我认为这一次大家的疑虑 大家的焦虑 跟大家的遗憾 都是因为对于执政党 尤其是在位者的不满 所以我们会尽全力来统合一切这些在野的力量 因为不管是总统选举也好 还是现在立委的选举也好 这多方面都表示着我们对现任是不满的 我们是不满现况的 理论上来讲做不好就换人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那很可惜的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状况 可能有一些分歧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还是要进去 未来进国会之后 要全力监督执政党 不管是谁 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不过我更重要的职务是 未来如果能够到国会 我会尽全力来监督 我们中央政府的执政之外 我会尽全力帮我们基隆市 争取最好的福利 同时之间把我们全基隆的新生 不是只有投给我票的人 我是林佩祥 我是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但是我也代表了36万人的新生进入国会 让中央知道我们基隆人要什么 让中央知道我们全基隆人的新生 这才是我参选的目的 林佩祥 动帅 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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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帅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国民党 胜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